你别逼我 你再逼我我就咋了 你咋了 你咋了 我求你 你就敢对手艺 是朋友的份上 你咋了我行吗 千万别把媳妇长时间一个人留在家里 否则你就会像她一样 头上长满一片青青大草原 大伟是东北的货车司机 这天他正在村里驰骋 突然一个美女倒在了车前 这把大伟吓出一身冷汗 感激感忙将她送到了医院 这时候大伟才反应过来 万一遇见了碰瓷敲诈的可咋办 幸好 大伟的远方表姐在警局工作 有她在中间调解 阿伟放心多了 这一问才知道 女人签字是从外地来东北找工作的 现在还未找到容身之所 与小麦布老板娘瞎掰扯时 母亲留下的布老虎被一个熊孩子抢走 签字前去追赶 这才不小心摔倒在大伟的车前 大伟本想着在医院好生照顾完 送她走就好了 可签字却嫌弃医院住得不舒服 无奈之下 大伟只好把签字带回家里照顾 这一进村不要紧 隔壁邻居看签字模样俊巧 还为是大伟带回来的媳妇 纷纷为她高兴 这个老光棍终于要开花结果了 养伤的这段期间 大伟憨厚老实腾人的性格 都一步步地感动了签字 他渐渐爱上了这个地方 也爱上了朴实的大伟 就在一个口干舌燥的晚上 签字的卷帘门在半推半就间打开 大伟也是见风就酸 二人都害羞极了 索性在隔壁邻居李大婶的说亲下 并选中了一个黄道吉日 鞭炮声下 盛大摆席下 二人便在乡民的见证下 正式成了夫妻 可他们都没发现 边上有一双极度又暗含不服的眼睛 正死死盯着这盛大的喜事 那便是二牛 二牛与大伟情同手足 他想不明白 同样出身的大伟 怎么就能讨着这么一漂亮媳妇 恶果在这时悄然撒下了种子 甜蜜幸福的日子过了几天后 大伟便开着货车继续讨生活了 他平常用着大货车到镇上摘一些柴米油盐 再转卖给村民们 顺便赚点差价 由于价格十分公道 大家也都信赖着他 可这段时间的大米涨价尤其严重 按照以前的价格卖 连运货的油钱也收不回来 签字见丈夫如此辛苦 便心胜一计 从各袋大米中 分别留下一勺大米 再重新把袋子缝好 虽然有点不道德 可最起码让自家保住了本钱 没想到 二牛在门口意外撞进了这一幕 事情的来龙去脉 他也猜得七七八八了 这一下他可算是抓到了大伟夫妻俩的把柄 趁大伟出门拉货的时候 他成天盯着签子 打算搞点小动作 这天 村里的李婶邀请签子来家里捞嗑 他要回一趟娘家 想让签子帮忙照顾一下家里的鸡 呀 签子一声应响 紧接着 李婶又翻出来一件崭新的红棉袄给他穿上 一边穿还一边夸 这件衣服除了你没别人能穿 签子以为这是李婶送他的礼物 谁知李婶话锋一转 说这是他八十块钱买的 折个价 四十块卖你算了 签子没去讲其中的弯弯绕绕也买下了 他立刻穿上红棉袄 蹦跳着走在乡间路上 沿途的女人们都夸 签子就受气质 二十块钱的衣服 穿出了一百多块的效果 签子这才知道 这件红棉袄满大街都是 二十块钱随便拿 签子瞬间愣在当场 这真是农村套路滑 人心更复杂 签子愤怒顿时涌上心头 他气冲冲地来到了李婶的家 一勺一勺地挖着李大婶家的面粉 试图面粉来弥补他亏了的钱 没成想 这一幕又被不坏好意的二牛撞见 看着他支支吾吾的模样 就知道他又做了坏事 二牛走到李婶家一看 面刚被犯得乱七八糟 他将计就计 用面粉直接将路线引到了签子家 然后假模假样地诱骗着签子说出真相 还以此为要挟 要求签子给他做了一顿饭 二牛边吃还边颇有感叹 有媳妇真好 酒足饭饱后 二牛还想拿走家里的唯一酒杯 签子很害怕 如果被拿走 大卫会发现的 二牛当然不会听劝 大摇大摆拿着酒杯走了 并扬言二人的事还没完呢 签子每日心事重重地数着日子 期盼丈夫的早日归来 但大卫就像消失了一样 音信全无 这下二牛更加得寸进尺 竟然让签子晚上等着他 签子怕自己偷面粉的事被宣扬出去 只得又让他进了门 晚上 二牛又在签子家饱餐了一顿 可他想吃的并不只有饭 还有那鲜嫩多吃的肉包子 即使签子的拳打脚踢 和声泪俱下的求饶 可男女力量的悬殊 还是让他得了成 事后还顺走了不少东西 其中跟我签子妈妈 死前为他做的布老虎 签子崩溃极了 他无眼在面对丈夫 也不知道怎么抵抗 二牛的多次勒索 他害怕二牛的再次进犯 干脆来到了李婶家借助 晚上二人聊提起话时 李婶不好意思地告诉签子 原来他的衣服 才买了不到二十元 签子虽早已知道 但他最终还是什么都没说 这时门外传来的脚步声 令签子大惊失色 就怕又是二牛上前来找麻烦了 门一开 大卫的身影出现在了眼前 签子顿时激动地热泪盈眶了 二人跑上前紧紧相拥 隔着二牛还一脸没事人的样 来与大卫喝酒猜拳 并拿出了那个顺索的酒杯 大卫一脸疑惑 酒杯怎么会出现在二牛手上 签子眼神怯懦 含糊其词地解释着 二牛在一旁附和着 才使得大卫幸福 没过多久 大卫又要离家了 签子实在是胆战心惊 祈求丈夫带上他一起离开 可带着一个女人去干活 怎么方便呢 大卫以为媳妇是舍不得他 却不知 自己的头上都长草了 他哄着媳妇说 很快就会回来了 随后转身离开了 签子在车后拼命地追 直到货车消失在茫茫的黑夜里 他还是没有勇气告诉大卫这一切 即使他更害怕的 是看到丈夫眼里的嫌弃及厌恶 回到家中 二牛的出现已经令他麻木了 他不再挣扎心如死灰地受着 可如此频繁地到访 已经让邻居发现了端倪 屋里 二牛在哄骗签子与大卫离婚 跟他结婚 签子看着不可挽回的这一切 心里头有了个胆大的想法 他先是假装答应二牛 让他放松警惕 然后再趁机算计他 隔日签子假借要一起跑路 带着二牛来到了一小木屋 殊不知 李沈正在背后悄悄地跟着 签子说 要带上大卫的家底 再跟他一起 二牛一听彩色双收 立马被幸福冲昏了头脑 就在他走进木屋的时候 签子趁着二牛转身之时 将其推进了地道 二牛立马求爷告奶奶的求饶 签子以为他真的怕了 便将其拉了起来 可二牛并不是什么好人 当即就报复了回去 凡手把签子推倒在地 并试图再次撬锁 两人打斗过程中 火把点着了茅屋 签子被浓烟呛倒在地 二牛见状 知道大事不妙了 急忙往外逃跑 却见到了不该在这的人 李沈 既然事已至此 他也不会放过这个唯一的目击者 李沈看着他凶狠的眼神 意识到危险到来了 俩人你追我赶 突然 急急柴火棍下去 二牛当即昏倒在地 血流不止 签子亲手杀了要挟自己的仇人 可他也因此害了自己的一生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个硬道理 贪小便宜吃大亏 签子从一碗米到一碗面 时时刻刻算计着自己的得失 被人抓住把柄后 也不愿意承认错误 这便让坏人有了可乘之机 沉重的结局为他们的家庭 都带来了灭顶的灾难 如果签子能早点做到内心坦荡 或许就能跟大伟度过幸福的一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